大家好 欢迎收看由麦子学院为您提供的 TML加CSS基础入门视频教程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继续来学习布局相关的属性 好 Float 浮动属性 Cleaner 清除浮动 以及overflow 溢出处理 好 Float 属性 那么在上面的课程里面呢 我们也用到过 那么这一课呢 我们详细的讲解一下 它是如何来使用的 好 我们首先将上一节课代码复制一下 然后去掉board里面的内容 然后CSS去掉只保留这个body 好 body的这个样式 好 然后这里更改一下 浮动 以及 溢出处理 好 然后保存到我们的这个第21节课 好 文件名更改一下 好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board里面呢 新建一个dav 那么这个dav呢 我们会把它当作是我们的这个网页的这个容器 好 最外层容器 那么我们给它一个class 等于什么呢 等于dav 好 然后在里面呢 我们把它划分为几个这个栏目 比如说dav class class 等于left 好 左边 然后 dav class 等于右边 以及 那么 那么 总容器 它的宽度呢 就是我们网页的宽度 那么我们的网页呢 一般的宽度呢 是960px 好 然后高度的话 我这里没有内容填充我先给它设置为一个600px 好 然后我让它G中处理measure 等于0L2 给它一个背景颜色 为浅白色 新号F1 F1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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 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页面 找到第21节课 打开它 好 那么我们的这个就在这里显示了 对吧 好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来定义left right以及butt 好 在这里 点dav 点left 我让这个left呢 居左 好 flut left 好 flut left 当它的只为left的时候呢 它左浮动 为right的时候呢 右浮动 好 它的这个宽度呢 我们定一下 好 当前页面是960 那么我们把它设置为 260个像素的宽度 好 260 然后高度的话 我们给它设置为 360 460 好 460px 然后背景颜色 信号 cccc 好 我们可以这样直接定义 简写方式 然后right 右边呢 我们同样的把这里带往拉一下 好 右边 我可以让它居左 也可以让它居右 好 右边的这个宽度 我们给它设置为多少呢 960 减去一个260之后呢 等于多少 700 对不对 700 好 高度不变 高度不变 然后颜色值 我们给它更改一下 新号 ddd 好 这个时候我们来刷新 看一下 一个在左边 一个在右边 对吧 好 左边的颜色呢 是我们的这个ccc 右边呢 是我们的这个ddd 好 那么这个时候 其实我们可以这样来 我们可以直接让我们的这个right呢 右边呢 直接去右显示 好 那么它就靠近我们容器的右部分来进行显示 好 刷新 没有变化 对吧 好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再来定义底部底部的这个栏目 好 我们定义它的这个高度呢 为多少呢 为200px 好 宽度呢 我们可以直接定义为百分百或者是960都是可以的 好 背景颜色呢 我们给它定义一个什么呢 呃 red 红色 好 醒目一些 然后我们来刷新 好 那么刷新之后呢 我们就发现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啊 我们这个好像不见了 对吧 好 不见了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它到底是什么原因 我们先将上面 red或者是这个left的这个dv呢 宽度给减小一点啊 因为我们的这个栏目与栏目之间是有一定的间隔 对吧 好 那么我们可以这样来做 700啊 这个260 那么我们可以让这个700呢 左边和右 右边和左边呢 有一个10个像素的 那么我减去 减10个像素呢 应该就是多少呢 690对吧 690个像素 好 我们刷新 哎 刷新之后 这右 这中间好像出现了点问题 对吧 哪里跑了一个红色 好 那么这个红色 其实就是我们下面定义的这个底部 那么它为什么会到上面去呢 好 那么它现在被这两个进行覆盖了 但是我并没有进行index之类的设置 好 为什么 因为当我们这个没有设置浮动的元素和设置浮动的这个元素 紧凝的时候 就是说挨着的时候 那么它会受到影响 好 它会受到影响怎么办呢 好 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就可以用到这个清除浮动 好 我们把它直接复制过来 然后加到这个底部 这里 好 然后我们再来刷新一下 哎 发现没有 它就下来了 好 这个时候 我想让这个底部和上面呢 有一个距离 好 有一个距离 好 距离产生美 对吧 major top 会这样来定义上边距 好 上面的外补白呢 十个像素 好 不影响我下面的这个宽度 对吧 好 我来看一下 哎 好像没有效果 对吧 没有效果 这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元素 它挨着 还是因为这个浮动问题 好 它挨着的时候 那么如果是下面的这个设置浮动的话 设置这个外边距 那么和内边距 它都不会生效 那么怎么办呢 好 那么我们就可以在这个 下面 在这个red 它这个的上一个元素下面呢 增加一个 major 下边的这个距离 十个像素 好 这个时候我们再来刷新 好 把这个给去掉 刷新 好 发现没有 那么这个时候像素呢 就出来了 好 那么这是一种解决办法 好 当然我们还可以这样来做 怎样做呢 我们把这个拿出来 拿出来之后呢 我们在这之间呢 给它加一个div 好 专门用来清除我们的这个浮动 专门用来清除我们的浮动 我们把这个样式呢 加在这里 好 把样式加在这里 这个样式还是还给它 然后 内面呢 我们就给它 另名为这个 清除浮动的这个 好 清除浮动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再来看一下 哎 发现没有 那么两边都起重用了 好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两边都起重用了 那么这就是 这个浮动的时候 产生的一些问题 那么的一个解决办法 好 解决它的这个浮动的这个问题 好 那么这是我们的这个浮动 和这个清除浮动 好 那么继续 overflow 溢出处理 那么这个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好 就是当我们定义了什么呢 定义了我们的这个容器的大小的时候 那么如果内容超出了我们这个大小的范围 那么我们来定义它 如何来进行这个超出部分的这个操作 好 那比如说 我在这个left里面呢 我再加一个div 好 class 等于什么呢 等于 简介 对吧 简介 内容 脉子 对吧 好 脉子学院 然后负责N个 负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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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责责责责 好 那么这个时候 我们来定义这个简介的这个宽度 好 我们先不定义看一下 对吧 它是这样的 好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来定义一下它的这个宽度 好 点 简介 我们定义它的宽度呢 为多少呢 好 和这个默认的这个宽度呢 是一样的 是多少 是它负用器的 一样 260个像素 但是我们定义它的这个高度 好 高度我们给它定义多少 20px 好 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出问题 好 它就会出问题 我们给它一个背景颜色 红色 好 看一下 哎 我们的这个容器只有20个像素 但是我们这个内容却跑出来了 对吧 好 跑出来了 那么这个呢 就叫做溢出 就叫溢出 装不下的东西 就好像我们杯子一样 水多了 它就会溢出来 对吧 好 那么我们如何来处理它呢 好 那么这里overflow呢 有三个这个属性 那有三个这个属性质来处理它 那第一种呢 是隐藏 好 那么隐藏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这个也用的比较多 好 overflow 隐藏 刷新 哎 发现没有 它就把我们给隐藏掉了 但是呢 这个文字呢 它依然还是存在的 只是说把它隐藏掉了 没有显示 对吧 好 那么这里呢 我把它更改一下 隐藏 好 那么这是隐藏的这种方式 那么还有呢 就是这个 无论是内容是否超出呢 都会添加一个滚动条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添加滚动条的效果 刷新 好 发现没有 这里 这个实在太小了 太小了 它不能 个完全的展示出来 好 120 刷新 好 发现没有 不管我们这个内容是否超出 它旁边都有一个这个滚动条 好 当我们把这个文字超出的时候呢 看一看 麦子圈 这里 再来 然后加一个这个 好 换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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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刷新 好 还是没超出 对吧 再来 好 刷新 好 那么现在我们的内容超出之后呢 它就会给你提供一个什么呢 提供这样的一个这个下拉 对吧 这个滚动条 好 那么你就可以滚动显示你的信息 好 那么这是无论是否超出的情况下 它都会给你显示的这种效果 好 还有另外一种就是out to out to呢就是 当我们超出之后呢 它就会自动的给你显示 好 out to超出之后自动显示 好 那么现在呢 还没有超出对吧 还没有超出 如果我们再给它复制两行 刷新 看一看 好 超出了 那么它就会显示一个这个 这个这个滚动条 好 那么这就是这节课的一个知识点 好 浮动 轻触浮动 以及overflow 一处处理 好 那么感谢大家收看 再见